终于找到了中国本土梧桐树了 去年呢 拍旋梨木的时候 说法国梧桐不吃梧桐 被骂得很惨 我终于找到了梧桐本桐了 这就是诗经中说的 凤凰名义 与比高岗 梧桐生义 与比朝阳中的梧桐树 它的树叶宽大 三到五列 从旋梨木的叶片啊 非常的类似 所以二球旋梨木引入的时候呢 给它起了个法国梧桐的名字 由于梧桐树树干 通体笔直催绿 所以又叫青铜碧桐 它开的花啊 圆锥花絮顶身 花量非常的大啊 接的果呢 是一种孤土果 稍微成熟一点呢 这个果皮啊裂开 像小树叶一样 在褶皱的圆形的种子 就附着在这个果皮的边缘 这个种子是可以吃的 炒熟呢 非常香 有点像盐炒豌豆 等成熟的时候呢 我来捡一点尝尝 正如民间所说啊 种的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凤凰啊 可以抽象的想象为 一种大型的鸟呗 庄子的惠子像梁里的 凤凰非梧桐不止 非炼食不食 不是梧桐不栖戏 还非得吃竹米 以我说 这大鸟就是嘴馋 这梧桐种子 哪有那么多的竹米吃 所以中国古代 就非常崇敬梧桐树 梧桐树啊 广泛种植于庭院园林 历代文人也有非常多的 结梧桐树表达情感 在礼遇的相见幻中有 无颜独上西楼 月如沟 寂寞梧桐 深院所清秋 梧桐的种子产量高 可以榨油 树干高大挺拔 轻便 是制作乐器的好材料 后看书蔡庸传里有 无人有烧铜 以篡者 雍闻火烈之声 知其梁木 因寝儿才为琴 我有美音 而其为油焦 古时人名曰焦为琴 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名琴 蔡庸的焦为琴 就是烧焦的青铜木制作的 关注我 等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我看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我看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